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德州中文台 我是王海波 问候所有听众朋友 上个星期我就说了 因为母亲节在五月份 我们可以说这个月都是母亲月 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工作繁忙 提早了或者是延后了 为母亲过一个节日 或者陪她吃一顿饭 其实不一定要选在当日 我自己很有幸 在母亲节的当日呢 女儿带我去吃了一顿饭 好像我们的感觉就是 母亲节一定要在外面吃 我发现啊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家吃的话就变成妈妈动手了 那这一天不是孩子们要孝顺的吗 那为什么要叫妈妈动手呢 所以干脆就出去吃 说是疫情解封了 没有了 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 只是我们让这个疫情 不再扰乱我们的生活与秩序 所以跟它共存 可是啊就有人说了 谁发明的共存这两个字 太可恶了 因为怎么可以共存 这个是侥幸心态 其实啊 这么说 有一天我问我同龄的朋友 我说 哎你有没有耳鸣啊 他说 嗨 怎么提这个问题呢 这年龄谁没耳鸣呢 你要学习跟他共存嘛 哎 就这个意思 别把共存当作是一个 很不雅 很严重 很严肃的一个用词 其实不是哈 所以母亲节当日 女儿带我去吃饭了 可是呢 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钟 你听起来很奇怪啊 这孩子们 怎么约妈妈吃饭 不早不晚的 不 晚一不定啊 餐厅就说 我们现在只剩下 早上八点的 还有下午两点的 你要定什么时间呢 那一想八点 谁起得来呀 下午两点 咱家碰到假日呢 都是中午以后才起床 所以这个时间呢 这个刷牙洗脸 换衣服 不计不许的 哎 上了车 开到目的地 去吃个饭 时间正好 这是一个happy ending 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呢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去吃饭 随便带了母亲 或者是孩子非常孝顺 有心 一年嘛 就这一次扮演一个最孝顺的儿女 陪妈妈出去吃顿饭 你会发现啊 餐厅里面真的是温馨 我看到有的人呢 桌上放的花 那我呢 桌上就是放的酒 你也会发现 其实 每一桌吃饭 除了有一个妈妈 而很多桌 你看到的是三代同堂 因为呀 说实在 像我们这个年龄 都做了 阿嬷了 做了婆婆奶奶了 但是呢 年龄都不是老太隆中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三代同堂的很多 就是 总是 在桌上会有那么一个 看起来 呃 是 含辛茹苦的 把孩子们 教养长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摆出一副老佛爷的状态了 嗯 该你们来回馈我了 确实哈 也有很多桌是这样的 当然 因为我们是在 他乡异地 所以呢 餐厅里外国人居多 反而让我更感叹的是 外国人 他们好像 更懂得 在母亲节这一天 把回馈母亲的表现于 餐厅 餐桌上 其实啊 妈妈是特别高兴的 因为 在母亲节 的前后 我就吃了酸炖饭 所以我就觉得 这时候嘛 就是要显摆一下 告诉大家 你就是个妈妈 而且呢 晚辈们 愿意孝敬你 你看 这多好啊 我说 连续两星期 我来播一点 跟母亲节相关的 是唱 亲衣的妈妈 近距离的戏码 不要每一次都是老蛋 好像 妈妈就是老蛋 谁说的 现在的妈妈 不管她是几岁 都染的头发 所以 妈妈 其实可以是年轻的呀 好 今天呢 我就选择了第一个呢 更不一样了 刚刚我说了 母亲节 孩子们都表现了孝心 带妈妈去吃饭了 所以呢 今天的第一出戏 我选择的这个连锦锋呢 在母亲节 很适合播放的 最早以前 我在介绍连锦锋的时候 我以为连锦锋 是一个地名 或者是一个乐器 也或者是一个武器的名称 其实连锦锋是一个人名 只是我自己早期 没有把它搞清楚 但是我相信 听众朋友 是非常熟悉的 话说呢 这个故事是在 武则天 那个年代 有这么一个孝女 叫连锦锋 因为呢 她的妈妈 生病了 可是呢 却特别的想吃海参 我听到这儿哈 我都觉得有意思 不是那个怀孕的人 才会特别想吃什么 吃什么吗 她的妈妈 在病中却想吃一个 这么高贵的海产 哎呀 做孩子们多辛苦啊 要她要喜欢吃海参 或者海胆的话 那个家庭还得很富裕呢 所以呢 这个连锦锋呢 为了要给妈妈吃到海参 她就去学习了水性下海 去补海参 我在很多的韩剧里面 都看到 有这样的 就是都是中老年人哦 她们都会下海 去补什么蛤蜊啦 或者是藕啊啦 或者是海参啦 海胆啦 就是补这些贝壳类的东西 很赚钱的 但是连锦锋 却为了 让妈妈能够吃到三针海味 所以呢 她特别练就了水性 我不知道啊 也许海参是必须在深海的地方 所以她必须先研究 先练习这个下海的过程 然后才能够补得海参 回来给妈妈补养身体 当然这个故事哈 到这里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是因为她下了深海嘛 结果没想到哈 遇到了渔翁来撒网 把她给补走了 那这里面就有波折 就有过程 最后又被放回来 让她继续的补海参 回去给妈妈煮的吃 在中国大陆呢 早期就是李胜素 常演连锦锋这一出梅派戏 而且拿她来参赛 后来我们又看到 其他的梅派蛋脚 也参与了演出 那么这个戏 说是梅派 说是轻衣 但是呢 因为她要下海补海参 所以她有很多 手上拿一个肠杆 要做一些动作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轻衣戏码 有机会 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看看 来我们就欣赏 曾经用连锦锋 获得过很多次大奖赛的 李胜素来演唱的 连锦锋这一位孝女 把她摆在母亲节期间播放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起来欣赏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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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而下海为母亲去捉海森 希望能够治愈母亲的重病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为你再介绍的这个戏呢 诶 都不像往年我介绍的母亲节的戏嘛 这个戏 二堂舌子 其实呢 他的全名就叫宝莲灯 因为前身就是宝莲灯 先说剧中人刘彦昌 那么在戏的戏的前半场呢 那么在戏的前半场呢 说的是刘彦昌误入了仙境 又正好碰上了二郎神和三圣母在华山修炼 这一对青年男女 或者说俊男美女 邂逅了 两人就展开了热恋 它是一个有着神话故事的剧目 刘彦昌和三圣母 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陈湘 可是后来刘彦昌 又和王贵英 这位人间的平凡女子 又生下了一个孩子 叫做丘尔 兄弟俩有一天去私塾上课 居然呢 把太师之子给打死了 回来之后就告诉父母 这件意外 刘彦昌一天吓坏了 谁打的 丘尔说我打的 陈湘说是我动手打死的 你想陈湘他绝对有着一个潜在的功力 但是呢 因为兄弟俩都在那争 说是他们打死的 也因此呢 麻烦大了 父母到底要相信谁呢 所以刘彦昌和他的妻子 王贵英两个人 在那里手足无措 官府来了 要抓人了 这时候他们没办法听从孩子说 是谁打死的 而是夫妻俩要决定说 是哪个孩子打死的 刘彦昌就说 那就叫丘尔去认罪吧 王贵英怎么可能同意 因为呢 这两个孩子 一个是他的儿子 一个是我们的儿子 你为什么要叫我们的儿子去认罪 两个人 夫妻失和 开始争执 刘彦昌说出了 因为丘尔从小就没有妈妈在旁边 所以我们不能就把他这样送走 也因此呢 王贵英后来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不但贤惠 也小以大意 他也知道 丘尔弦从小就没有母亲 所以不忍他再去认罪 受到伤害 这个时候 王贵英就叫 丘尔弦从后门溜了吧 然后让丘尔去 报官认罪 当然 丘尔就被打死了 这出戏叫二堂舌子 这出戏 如果说 后来陈湘 他再回来的时候 也有一出 陈湘救母 所以这个戏 如果演前面的宝连灯 那么三圣母就是主角 所以这个戏里面 可以有好多人是主角 但是 今天 几乎成了保留剧目的 都是二堂舌子这一段 早期的中国金剧院 李维康耿其昌夫妻 常演这个戏 那么这个戏呢 李慎素和于馈志 也常演这个戏 今天 借的母亲节 我们就来看 多么伟大的一个母亲 她牺牲了自己的孩子 而救下了先生 与前一个女人 所生的孩子 陈湘这样的故事 李慎素的演唱 也是一段梅派戏 喜马过长 我们就欣赏 二堂舌子 王贵英的 玄段 前半段 再一次 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也再一次的祝福你 有一个快乐的母亲月 我是王海波 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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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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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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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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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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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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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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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